你知道洗灰中的麒麟有哪几种吗? 麒麟是齐猫果和妙果果的能力 当然在清清草原也可以使用 齐猫果的麒麟总共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 猫果的居民都拥有这类麒麟 通过不断训练能够得到提升 好悠的主要麒麟是控制物体的移动 不仅能攻击敌人还可以救助同伴 他用自己的麒麟吸出蓝阳的毒素 还帮姐姐吸出体内的黑暗能量 明日的麒麟也是重压 只要被困住就很难挣脱 蓝阳曾被压成中山 国王和王后的麒麟没有够多施展 尤其是王后好像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国王曾发出麒麟对抗明日的重压 在奇妙弹1951级 他用麒麟在手上凝聚出一团货 分来的戏份挺多 可他也虽然没有施展过自己的麒麟 其猫果的第二种麒麟是通过珍贵的麒麟时获得 吴小羊的麒麟就是这一类 喜安羊的是飓风刃用脚凝聚出刀刃发射 升级后叫做风之剑 可以用手凝聚出宝剑攻击 蓝阳的麒麟叫奇云扁 能变化出各种各样的武器 升级后叫做奇云锁链 会攻击的时候以小羊羊的形象出现 飓阳的麒麟叫烈焰拳 是将麒麟凝聚在拳头来攻击 升级后叫做烈火铠甲 其中盾牌很坚韧 蓝阳的麒麟叫虚幻境 谁要和他衍生对视 就会陷入他的幻境中难以逃脱 虽然很强 但不对势的话就基本没有用 升级后叫幻境音符 只要敌人触碰到他的音符 就会陷入幻境 暖阳的麒麟叫水灵里 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水来攻击 升级后叫冰雾之战 可以发射出冰块 其猫狗的第三种麒麟 是全天然野生麒麟 非常难控制 灰狗在雷电山谷获得的雷米闪 就是这类麒麟 使用方式就是从天而降 一道闪电攻击敌人 为了控制好它 灰狗闹闹出不少笑话 一度被同伴们嫌弃 妙狗狗的居民也有麒麟 不过他们不锻炼 而是通过开采的方式 获取地下的麒麟石 然后锻造麒麟石 把它变成各种生活工具 这些开采回来的麒麟石 本身就带有属性 会弹到手上的杯子 是用冰属性麒麟石打造 能让饮料保持冰镇状态 妙狗狗的一切 几乎都是用麒麟石维持秩序 有些麒麟石会用来当作装饰品 雷将军的巨锤有很多麒麟石 应该可以让武器变得更强 这个开采获取激烈的方式 虽然便捷不费力 但总会有开采完的一天 而且会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妙狗狗的地下已经破败不堪 经常会有地震发生 整个国家都可能会在瞬间毁灭